今天,海南自主研发的地效翼船在海口桂林洋海域首次实现双船试飞。 这也意味着该技术日渐成熟。 海南在地效翼船的研发制造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。 据海南英格地效翼船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,该船将于今年下半年进入批量生产, 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旅游、农业、海事、军事等方面,助力国际旅游岛建设。 地效翼船时速200公里每小时,也将大大缩短海口至三亚乃至三沙海上交通时间。